体内的血容量增加血压升高 又或者说如果在服用这个皮脂类固醇 那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或者是口服避验药等等 它也是可能会引起血压升高的 那么跟它相对应的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 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医学原因 它就被称为原发性的高血压 它是占到了绝大多数 其实原发性的高血压 它不是没有原因 它是因为血管生病了 那包括什么呢 狭窄 阻碍 痙攣 那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 原发性的高血压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人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图 红色的是动脉血 动脉血它是富含氧气 第二氧化碳 所以它是红色的 那么境外血它是蓝色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手背 我相信每个人他都能看到 这个青色的血管 这个青色的血管它就是低氧 高二氧化碳 所以它是这个青色的 又或者说抽血的时候 大家看自己的胳膊上 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血管 这个血管也是青色的 它也是属于静脉 那么什么是高血压呢 高血压它是指动脉血压的持续升高 那么我们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如果都升值了 加起来是多少呢 大概是六万万 那么地球 绕地球一周是多少呢 两万五千万 也就是说把我们每个人这个大小血管全部升值以后呢 它可以绕地球两千万 那么血液这个循环过程 它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呢我们来看 这个呢就是代表肺 在肺部呢就是流出的呢 是含有大量的氧气 这样的新血的血液呢 它呢是进入心脏 从心脏呢再蹦出来 那么我们每天人心跳大概是十万次 每一次呢它都是在蹦血 所以我们的心脏真的是劳苦功高 从它从我们出生一直到我们这个离开这个世界 它每一秒都在不停地往外蹦血蹦血 那么血液呢 它从这个这个心脏蹦出来以后呢 就是到达主动脉 然后呢再从这个主动脉呢到动脉分支 然后呢进入器官 它会逐渐地变细变窄 最后呢到达毛细血管 那么到了毛细血管以后呢 它就开始这个血液呢 就开始和这个组织细胞进行一些这个物质交换哈 比如说血液里面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呢 它就可以进入这个组织细胞 那么细胞排除的这个二氧化碳和其他的代谢费用呢 它呢就可以从组织呢进入血液循环 然后呢被血液带走 那这个时候呢 血液呢它因为这个氧气呢都给了细胞了 二氧化碳呢都给了血液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毛细血管呢 它就会从动脉 红色的动脉呢变成了蓝色的静脉 因为静脉呢它是没有氧气的 所以它就变蓝了 就像我们手背上的这些血管一样哈 它呢其实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手的这个末端 它要回流的 那回流的时候呢静脉呢它是逐渐的减少变粗 汇总以后呢它再回到心脏 那回到心脏以后呢心脏再把它打出去呢回到肺部 那肺部呢再次的进行氧气和二氧化碳的这个交换 然后呢富含氧气的血液呢再次进入心脏再被蹦出来 这样呢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血液循环哈 那么血压呢它是取决于心脏的凤血量 以及动脉血流承受的这个阻力 就比如说在一个程序里面 同一时间出行的这个车越多 那么这个城市的交通压力就越大 那么又比如说这个高速公路越窄 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也会越大啊 同样的那么心脏呢动松的血越多 动脉越窄这个血压呢它就会越高 那么血流呢它就会对动脉病的长期施压 久而久之呢它可能就会导致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以及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 这个呢我们下面呢会详细的解释哈 那么大都市呢它呢都需要完整的一个交通体系 包括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小路桥梁 以确保人们他们能够自由的出行 还有物流的这个畅通无阻哈 那么大城市呢有这个完整的公路体系是很重要的 高速呢它就能够确保这个车辆通行的速度 但是只有高速路没有普通公路行不行呢 不行呢就比如说在这个芝加哥呢 大部分人它不会直接住在这个高速公路的旁边 它一般呢都要经过过长或短的一段local呢 才能回到家里呢 但是呢芝加哥这个城市比较老 它这个高速公路呢有的修得比较早 那么因为可能就不够宽哈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车流量呢又在增大 所以呢它就会限制这个高速的车速哈 比如以前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呢 从我们家到学校没有交通阻塞的话呢 是十分钟的车程 但是呢因为它呢只有两条了又是交通要道 所以呢常年阻塞啊 我每次开过去呢至少都要一个小时 如果碰见有交通事故的话 一个小时也报不了啊 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血液循环里面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动脉狭窄 那后来呢我又尝试着去 从这个家到学校我又尝试着走了local 结果呢发现呢 这个普通公路呢 它需要经过一个平民区 这个区呢很多人不工作啊 就在街上闲逛 并且呢他们是誓死如归啊 我的车开过去呢 他们在过马路呢 人家根本就不太减速的哈 有红绿灯从来不停 所以呢我也只能像蜗牛一样慢慢开慢慢开 那开下来呢也要一个多小时 这个都相当于什么呢 毛细血管不通畅啊 比如说如果你脑部的这个血管 它如果经常有这个小面积的阻塞呢 天长日久呢就会对它们造成无法恢复的永久性的伤害 那如果说动脉它是出行的路呢 静脉就是回家的路 那如果你回家的时候路上读车 你也是没有办法按时回家的哈 对于这个人体循环系统来说呢 那么你不能按时回家就相当于你的静脉有了问题了 你的血液呢是无法正常的回到心脏 对吧 那么如果是像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腿上它会有一些穷颖状的凸起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静脉血回流不畅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静脉曲张啊 所以呢人体呢它为了维护正常的功能呢 它也是需要有畅通的这个动脉静脉 以及毛细血管 那对于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来说呢 它有多种机制呢会影响这个血压 就比如说这个心脏风险量的增加呢 它会导致血压的升高 这就好比在一个城市早高峰晚高峰 那个时候呢交通压力是很大的哈 经常会堵车 另外的话就是大家想想就是为什么人激动的时候 它忽然就会脑溢血啊 这个呢就比方说我们激动或者紧张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心跳加快对不对 我们的心脑扑通扑通扑通的就开始跳 那跳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泵血量就会突然增加 那么如果说比方说我们的大脑这个血管 如果它们都是弹性很好的这个时候 虽然说泵血量突然增加了 我们这个脑血管它是可以处理掉这种压力的 可是如果我们本来这个脑部的血管弹性就不太好 然后呢我们激动的时候呢 泵血量突然增加 这个时候呢它就有可能呢造成脑血管的这个破裂 导致什么呢 出血性的中风 那它也叫做脑溢血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动脑直径减少的时候呢 血压也是会升高的 比如说原来扒车道那整个城市是畅通无阻啊 可是呢因为修路忽然就扒车道变量 车道了这个时候车流速度一定会减慢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因素啊 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循环血量的增加 比如说这个华盛顿啊 它平时交通其实就不大好 但是如果你还赶上这个全国各地的美国人民 都到这个华盛顿游行也罢 示威也罢 那这个时候华盛顿水系也不同啊 谁也进不去了 所以呢 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如果吃饭太咸 那么水纳注流呢 整个的这个循环血量增加的时候呢 也会造成血压升高 所以有一类的药物呢 它就是利尿剂嘛 它把这个多余的水分排出去呢 能够帮助那个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血压 除了上面的这些因素之外呢 血压呢 它其实呢也会受到血管 热胀冷缩的这个影响啊 而且它受这个影响还比较突出呢 比如说像这个人体 它的这个血压跟季节这个更替的密切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呢 那天冷的时候呢 我们的血管会收缩 所以呢 从10月到5月呢 这个血压呢 是会升高的 那么到了天热的时候呢 血管扩张 出汗又多 所以呢 从6月到9月呢 一般来说血压它是相对偏低的啊 春天呢 那就很难讲了啊 因为它忽冷忽热 然后呢 人体的这个预防机制有点不知所措啊 它也没有办法适应 这个时候会引起什么呢 血管的痙磷 所以在春天人的这个血压 它是很容易波动的啊 那假如说你本来就有高血压 在春天的时候呢 那真的是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情绪激动啊 因为本来你的血管就痙磷了 你再一激动 风血量再一增加 这个时候呢 确实是很容易出现一些比较危险的情况了啊 那前面呢 我们总结了影响血压的这个因素 俗话说呢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啊 饿得慌 对不对 我们需要吃饭 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需要吃饭呀 可是这个饭是谁送的呢 是我们的血管送的 那如果我们的血管是健康的 能够及时地把营养啊 氧气啊 输送到各个器官 我们各个器官就能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那如果说我们的血管生病了 没有办法正常地把这些这个营养成分和氧气 送给各个器官呢 那各个器官呢 就要开始生病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心脏啊 那么心脏呢 在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动脉的血压是正常的 那么心脏往外蹦血的时候呢 它需要 它不需要克服这个额外的阻力啊 但是呢 当我们的动脉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 心脏往外蹦血的时候呢 它就需要克服额外的阻力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导致心脏的这个负担呢 在增加 到了最后呢 这个心事呢 就会增厚 那后果是什么呢 心率异常啊 心率衰竭啊 等等这些 有些人他心率异常 他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 跟高血家其实是有关的 那再有呢 就是说 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是什么呢 它为我们的心脏提供营养 那如果这根动脉它硬化了 它阻塞了 它筋卵了 等等啊 这个时候呢 就是冠心病 如果它完全堵塞了 是什么呢 就是心梗 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周边动脉疾病啊 那周边动脉疾病呢 它主要影响四肢 比如说这个 这个胳膊和腿 但是呢 它主要呢 是表现在腿疼 尤其呢 是夜间腿疼 所以如果父母 他这个夜间腿疼的话呢 它也可能是关节炎 也可能真的是 跟这个高血家有关系啊 那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瘫痪 那这个是心脏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脑血管疾病啊 脑血管疾病呢 如果说 刚才我们解释啊 这个脑溢血 有的人一激动 这个脑部的血管 承受不了 突然增加的这个 这个风血量 然后它就破裂了 就导致出血性的中风 那么缺血性的呢 就说如果堵塞了 堵塞了以后呢 营养也过不去啊 就会造成 缺血性的中风 那么血管性的痴呆 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脑呢 供血不足 引起脑组织的坏死 导致痴呆 这种情况呢 其实也是多由中风引起的啊 有的时候呢 它是忽然大面积梗死 也有很多情况 它其实是多发性的小中风啊 一次一次 每次一点一点 但是呢 慢慢时间长了多了 也会引起血管性的痴呆 我们再来看肾脏啊 那么肾脏 高血压 影响到肾脏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有表象的啊 比方说这个尿液增多 出现这个泡泡尿 所以家中老人 如果有这种情况呢 可能是要开始注意了啊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肾脏内部的 这个血管壁增厚了 这个管腔呢 变得狭窄 那么高血压 对肾脏的损伤率呢 高达21% 普通人群 它的这个肾损伤率是多少呢 7%啊 所以呢 高血压对肾损伤呢 它跟这个普通人群相比呢 整整高了三倍 那有些人呢 他其实呢 就是平时对自己的健康呢 不太注意啊 得了高血压 他不知道 又或者说 虽然他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但是他对于这种高血压 引起的肾脏的损伤呢 他并不了解 那可能他 不知道不知道 到了最后 哎 忽然肾衰了 这个时候呢 不知道就晚了 肾病其实呢 它也是分武器的啊 1727 37 47 57 1727呢 它是所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 它都是可以代谢的 到了三期四期呢 代谢能力就下降了 到了五期呢 它就只能代谢水溶性的维生素了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力啊 那么高血压 它对视力的影响呢 其实也是分几步 第一个层次呢 就是比如说 视网膜 动态 痙磷 这个情况下 通常没有什么症状 或者是一过性的肺猛 很少呢 有人会想到 这是跟这个血压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我是不是累了 对吧 那么到了下一步呢 就开始出现呢 视网膜 动脉硬化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出现视力下降了 就像有的老人 他读书到了下午 他忽然觉得 哎 我怎么看包 只看不清楚了 那这还不是最糟糕吧 下一步是什么 视网膜 病变 视力严重下降 眼底出血等等 所以家里有老人 如果开始眼底出血了 一定要重视起来 做好体检 那最严重的结果是什么呢 失明 所以呢 大家就知道啊 这个血管生病了 它的后果 可能是会比较严重的 那高血压呢 如果它合并高血脂 高血糖呢 它会更加的危险 高血压本身呢 它有三个特点 患病率高 制裁率高 致死率高 那很多高血压患者呢 它又同时具有两高 或者三高 为什么我说三高三高 其实很多人 它就是同时有两个三个 都是很常见的啊 因为肝损上呢 它是三高的 一个根本的原因 那肝脏呢 它掌管着这个糖类脂肪 和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啊 那当这个肝脏功能受损的时候呢 它就不能的 不能正常的代谢脂肪 蛋白质和糖类 从而呢 导致三高 那当高血压合并 高血脂 高血糖的时候 会更加危险 如果在合并心脏病的话 那这个真的是高危了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现两种情况啊 一种呢 是高压偏高 低压正常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高压正常 低压偏高 对于第一种情况呢 它实际上呢 是多鉴于老年人啊 因为老年人呢 它呢就是整个血管 已经慢慢开始老化了 它的动脉硬化呢 就会比较明显了 血管的弹性呢 也在慢慢的变差 那么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呢 它又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他们很多人就是说 动脉硬化还不是很明显啊 血管的弹性呢 也还可以 但是呢 就是中青年这个人群的压力比较大 比如说熬夜加班啊 然后呢 没有时间锻炼啊 或者不喜欢锻炼啊 然后又抽烟喝酒啊 然后不注意控制体重 等等这些原因呢 它都会导致这个肾素的分泌增多 然后呢 全身的小动脉就开始收缩了 然后呢 抽烟喝酒呢 它还会损伤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导致小动脉的这个痙攣 它的表现呢 就是高压虽然是正常的 可是呢 这个时候它的低压呢 却是偏高的 那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血管弹性和健康血压的关系啊 每个人呢 他把这个大小血管都伸直了 它是 六万麦 那么地球绕一圈是多少呢 两万五千麦 所以我们每个人大小血管都伸直了 可以绕地球两圈半 那么血液中的这个血管中的血液呢 它是负责干什么 搬运氧气和这个营养物质 就是从这个血液 顺报这个 就是送到细胞里面去 然后呢 细胞它排出的这个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呢 它进入组织 然后呢 再从组织呢 进入血液中 随着血液循环 带走 这个时候呢 就是动脉血就变成了静脉血啊 另外呢 就是血液它也负责了解体恩 所以呢 当这个血管有弹性的时候呢 它就能做到这些啊 可是这当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的时候呢 那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就不能有效地为全身输送营养吧 所以呢 当血管失去弹性的时候呢 它可能就不仅会引起高血压 它也会升高这个脑溢血啊 心梗啊 等等这些并发症的风险 所以说 我们这个血管呢 它很重要的哈 它是一个搬运工 如果它这个生病的话呢 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呢 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 那上面呢 我们讲到了血压和这个血管弹性的关系 那么激发性的高血压呢 我们知道它是有比较明确的 这个医学的原因 而原发性的高血压呢 它虽然没有明确的医学原因 其实呢就是血管生病了 那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说 摄入的营养不足 导致自由基过量 那自由基过量呢 它自由基呢 它是高速旋转 它打在这个血管壁上呢 就会形成伤痕 然后呢 也会这个损伤血管壁啊 造成这个血管的弹性呢 它就慢慢变差了 第二种情况呢 是肝脏 脂肪 代谢障碍 造成呢 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以后呢 就造成了血液粘稠度的升高 然后呢 血管的弹性变差 这两种情况呢 都会导致我们血管里面的 血流速度减慢 那我们的身体是有智慧的啊 那血流速度减慢以后呢 就不能正常的 为各个器官呢 来输送这个氧气和氧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肾脏就很着急了 它马上呢 就会这个分泌荷尔蒙 来导致血压的升高 血压升高以后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流的速度 那有很多人呢 他们会发现呢 如果他经常运动 实际上他的这个血压呢 就可以降下来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运动可以增加血流速度 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血流速度增加了 肾脏看到了就说 那我就不用再分泌荷尔蒙啊 这样的话呢 他的血压呢 就能够降下来一些 那么遗产因素呢 就可能是父母 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呢 都有高血压 那么儿女呢 他也是容易患高血压的 第四种呢 就是精神压力了啊 比如说工作压力大呀 这个就是 还有这个生活方式不太健康了 当然这个现代社会呢 就说高血压呢 它就成为一种社会病啊 因为人人精神压力都很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肾脏呢 又开始分泌荷尔蒙 导致血压升高 所以呢 一二三四 这四种不同的情况呢 殊途同归呀 就是说 都是导致这个肾脏 分泌荷尔蒙导致血压升高 最后呢 就会破坏 进一步的破坏血管的弹性 那么如何解决呢 就是说 对于缺乏这个营养物质 导致自由基过量呢 我们需要为身体提供抗氧化机器 对于自由基造成的损伤呢 我们需要修复血管 恢复血管的弹性 那么对于血脂异常呢 我们需要改善肝脏脂肪代谢的功能啊 另外也要注意饮食 那么血管粘稠度升高呢 我们就需要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对于精神压力呢 我们是需要缓解紧张情绪的 另外呢 就是运动呢 它是也是会对这个血压 有这个非常好的作用的 那人和血管呢 它是会一起变老的 原发性的高血液 它就是各种原因 导致血管壁弹性变差 该收缩的时候呢 它不收缩 该扩张的时候呢 它不扩张 血管的应变能力减弱了呢 血压就会升高 大部分年轻人呢 血管弹性呢 比较好 血压正常 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大动脉呢 逐渐呢 变得僵硬 小动脉呢 逐渐变得狭窄 所以呢 很多中老面人 它的血管弹性呢 就开始下降 开始出现这个动脉硬化 血管呢 不能正常的扩张和收缩 保持血压升高 那么有三个技巧呢 它是预示着血管的变老啊 第一呢 是活动能力下降 表明血管在变脆变硬 第二呢 是记忆力变差 说明这个血管呢 有阻塞了 第三呢 是腿部肿胀 并且呢 可能会有那种 蚯蚓状的凸起 这种情况呢 可能就是出现了 静脉曲张 那么高血压呢 就是说 血管变老以后呢 它其实就会 引起各种的并发症 我们现在呢 就以新的系统为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高血压和这个 并发症之间的这个关系 首先呢 就是血液中的 自由基过量 或者同型半括氨酸水平升高 那什么是同型半括氨酸呢 它呢 就说 说得简单一点呢 就是说 肉吃多了 菜吃少了 然后呢 同型半括氨酸呢 它在身体里面 不能正常的代谢掉 它就变成一个坚硬的小毛刷 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上呢 刷刷刷刷刷刷刷 破坏我们的血管壁和它的弹性 那这两个原因呢 它都会导致 我们血管壁的内皮细胞 就会受到损伤 如果这个时候 再有脂肪代谢障碍呢 那么脂肪呢 它就会沉积在受损的 这个血管壁上 虽然本身它是处于 对身体的一个保护 但实际上 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因为再往下呢 这种情况就会导致血管平滑 及细胞增生 然后呢 血管的弹性下降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 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 血管壁呢 它是光滑的 所以呢 血流呢 它是畅通的 在轻度的这个 动脉中央进化的情况下呢 血管的平滑 及细胞呢 开始有一些增生 这个时候呢 血管的弹性 是有一定程度下降的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血管真的 不会有太多弹性啊 因为它这个增生太多 这个时候呢 就属于重度的 动脉中央硬化了 那么动脉中央硬化呢 它跟血压升高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恶性循环 因为动脉中央硬化呢 它会导致血压升高 血压升高反过来呢 又会导致 动脉中央硬化 更加严重 那么到了这里呢 其实还不是最坏的啊 比方说我们这个 有一个高速公路 它是六车道 六车道呢 那么如果一条车道坏了 其实影响不太大 五车道还是 基本上能够维持 一个正常的交通 那么如果三条 四条都坏掉了 只剩两条了 这个时候呢 车速呢 一定就会受到影响了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能够开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再坏掉一条 剩下一车道 剩下一车道呢 本来也还在慢慢地开 虽然爬得慢 也还在动 这个时候呢 忽然有一辆车 坏掉了 停在路上了 那整个这个高速呢 就会被堵死了 那么对应到这个 血液循环系统呢 其实呢 就是血凝块的生成 也就是血栓 那么比方说吧 如果是我们这个动脉 就是为我们新党提供 营养的这个冠状动脉 它本来就狭窄 就是这个样子了 如果这个时候呢 再有一个血凝块堵在这里呢 它就完全堵死了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梗 那如果是堵在脑子里面 本来血管已经没有弹性了 再堵一个血栓的话 这个时候呢 就是脑梗 上面呢 我们讲到了高血压 和心血管系统并发生的关系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维护健康血压 需要哪些营养素 首先呢 就是葡萄籽提取物 原化氢素和腐梅Q10呢 它们都是强抗氧化剂 它们能够保护血管呢 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原化氢素呢 它能够促进 营养化氮的产生 营养化氮呢 它能够促使血管扩张 从而呢 调节血压 那么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呢 它的这个作用呢 是多种的啊 第一呢 它能够帮助降低 同型泛光氨酸的水平 第二呢 它能够呢 辅助修复血管的内皮细胞 第三呢 它跟一些护肝的成分 比如说水贝基啊 鎂啊 α硫磯酸等等这些 联合使用呢 它能够改善这个肝脏的功能 从而呢 改善脂肪代谢 减少血脂的沉积 那么 鱼油和饼脂呢 它们呢 是可以软化血管 它们是血管的倾倒腹 软化血管 防止新的脂肪斑的生成 那么膳食纤维呢 它是可以通过减少肠道 对脂肪的吸收呢 间接腐毒度降压 那对于这个血管平滑机增生 血管弹性下降呢 建议补充呢 蛋白质核比生素C 因为它们可以共同作用 来修复这个血管壁上的这个胶原蛋白 从而呢 就是促进这个血管的恢复弹性 那对于这个血栓呢 就是腐肪Q10呢 它有预防血栓形成的这么一个作用 鱼油和铃脂呢 它们能够辅助溶血栓 那对于精神压力类的高血压呢 就需要就是改善这个就是精神压力了 那么可以联合使用一些护肝的成分啊 益生菌啊 以及缓解情绪的这个翻红化啊 柠檬香蜂草 印度人参等等这些呢 它就可以起到舒缓情绪 减轻压力 从而呢 支持健康的这个血压的维护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对应的油萨蛋的营养品 都有哪些呢 葡萄子和这个心脏宝 他们呢为我们的血液呢提供这个强大的抗氧化的保护 并且呢能够促使这个血管产生这个益氧化的来 帮助血管来扩张 那么基础营养素呢 它不仅能够帮助降低同性半钢胺酸的水平 也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细胞 同时呢 它和护肝宝钙尾片联合使用呢 能够解决能够帮助就是改善这个脂肪代线 那也能够减少这个脂质沉积在受损的这个血管壁上 那鱼油和磷脂呢 它是血管的这个清道夫 线维素呢 它是通过呢 就是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吸收呢 从而间接的对我们的血管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代仨呢 里面是富含蛋白质 它和维生素C联用呢 它可以呢 就是修复我们血管壁的胶原蛋白 从而改善血管的弹性 那美国的葡萄籽里面 其实它每颗是含有300毫克的这个维生素C 所以呢 如果你在服用葡萄籽 按正常量来服用葡萄籽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维生素C在里面呢 那中国的用户呢 它有这个专门的维生素C的产品 对于这个血栓呢 那么心脏网呢 它是里面富含这个腐霉Q10 它呢并且呢是和这个Alpha硫心酸呢 是一个护防 它能够使这个就是 这个腐霉Q10的它的作用呢 更加强大 它呢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 那么鱼油和磷脂呢 它可以预防呢 就是说它呢是可以呢辅助溶血栓 那对于精神压力类的高血压呢 就可以推荐的益生菌缓芯片以及护肝膀呢 来改善情绪 从而呢维持健康的血压 那么血管呢它的弹性的改变呢 是因为血管的成分或者结构呢出现了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需要改善肝脏脂肪代谢的功能 来减少脂肪斑的生成 从而呢改善动脉中央硬化 预防血凝块的形成 从而呢降低中风和心脏的风险 那么在服药的同时呢 如果能补充这个高质量的营养素呢 来改善肝功 改善这个脂肪代谢呢 就能够辅助保护血管壁 修复血管这个弹性 从而呢支持健康的血压 同性半股胺酸呢 可能有些人比较熟悉 那么有些人可能是还比较陌生 我在这里呢就是简单的解释一下 那说的通俗一点呢 就是肉吃多了 蔬菜吃少了 导致同性半股胺酸水平的升高 同性半股胺酸呢 它是一个蛋白质的中间代谢产物 如果它能够正常的代谢呢 其实呢它是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转化为保肝和抗衰老的生物化学物质 这个时候呢 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是一个天使 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缺乏维生素B呀 液酸啊 西蒙啊等等这些微量营养素呢 同性半股胺酸水 同性半股胺酸呢它就不能正常的转化 然后呢我们血液中的同性半股胺酸水平呢 就会升高 它就像一个坚硬的小毛刷一样呢 在我们的这个血管壁上到处刷 然后呢破坏我们的血管壁 这个时候它在我们的体内呢 就变成了一个魔鬼呀 但是呢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 化敌为友 就是通过补充一些这个多种微生素和矿物质呢 我们呢就可以把同性半股胺酸呢 软化成对我们身体有利的一些生物化学物质 那么同性半股胺酸呢 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啊 它可能呢它跟这个冠性病啊 脑血管疾病啊 以及这个周边血管性疾病呢 它都有这个紧密的联系 它的正常范围呢 是5到15个油毛每升啊 那么如果是同性半股胺酸水平 大于15个油毛每升呢 就称为高同性半股胺酸血症 那可能有人会问 营养辅助调理高血压 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打个比方啊 比如说有三个城市 它的这个整个的交通体系呢 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破坏 需要修复 这个时候呢 这三个市长呢 都来问施工队长 请问我是何时能将交通系统完全修复 那么这个交通队长 他这个施工队长 他在他全面的调查 每一个城市受损的面积 以及程度之前 他有没有可能给出精准的答案 没有可能的啊 他一定要去每个城市去调查 看看损坏的程度 损伤的面积等等 他才能给出一个相对精准的判断 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血压来说也是一样的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血管 所有的大小血管伸直了绕地球两圈半 所以呢 营养辅助调理血压 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 他出入是非常大的 有些人呢 可能半年一年呢 就能够有一些改善啊 有的人呢 可能要好几年甚至更长 这个呢 是跟他血管受损伤的程度有关的 那么他受损伤的程度和范围不同 调理的时间呢 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那么严重受损的血管呢 他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素 慢慢修复的 他即使在短期内血压没有降下来 但是呢 因为血管的柔韧性大大的改善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降低发生脑溢血 新等的风险 并且呢 可以预防盐底的病殿 以及对肾当的损伤 那调理高血压呢 我们也需要维护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饮食 饮食呢 一定要限盐 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 以及脂肪的摄入总量 少盐少油的饮食呢 他是有助于改善高血压的 那么成年人呢 他对食盐的需求呢 每天是5克 那大部分人每天 他这个食盐摄入量是多少呢 10克 所以大部分人本来就已经超标了 如果你还吃饭喜欢吃的特别咸 这个时候你的食盐量 可能就大大超标了 那么细胞内的这个钠的超载呢 它会引起血压升高 因为水钠注流啊 那整个血容量增加的话呢 就会对血管壁的压力呢增加 因为如果像这个早高峰晚高峰 它一定会整个城市交通状况不会太好的啊 那么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来说呢 整个的这个血容量增加呢 也会导致血压升高 所以建议平时做菜呢 不要太咸 那主食来说呢 是尽量就是摄入一些白米白面的摄入啊 因为它这个就是确实是对健康没有太大的好处啊 要增加优质蛋白 显微素 水果以及蔬菜的摄入量 另外呢 就是要戒烟 现酒 烟呢 真的是对健康的损伤太大 因为吸烟的人 它体内的自由基的数量 要远远高于不吸烟的人群 那除了这个饮食呢 当然也要锻炼也要跟得上啊 为什么呢 因为自由基呢 它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和这个 同时呢 如果说这个血管粘稠度也升高呢 它会导致血管弹性的变差 那然后呢 血流速度就减下来了 可是呢 我们身体需要一个正常的血流 来为身体各处运送营养啊 那这个时候呢 肾脏呢 就会分泌这个荷尔蒙呢 来升高血压 从而呢 加快血流速度 那如果你经常运动的话呢 你的身体感觉到 血流速度加快了 这个时候呢 你有智慧的肾脏呢 就不会再去分泌荷尔蒙 来升高血压 来维持这个正常的 这个就是血流的速度 所以呢 就是建议每周呢 要至少有三到五次的 有氧运动 你可以步行啊 快走啊 慢跑游泳啊 或者是球的运动等等啊 每次呢 是最少呢 我们建议 持续三十分钟 那总结一下 今天的这个讲座 高血压呢 它经常是没有症状的 所以很多人呢 它一直到出现并发症 它才知道 自己的血压呢 有问题 也有人认为呢 维护健康血压 是不需要营养辅助的 实际上高血压 它本质就是血管生病了 那么维护健康的血压呢 就需要改善血管的健康 维护血管的弹性 避免血管狭窄 阻塞和痙攣 那维护健康的血压呢 我们就